这个男人是有多么的优雅 只见他独自走在伦敦夜晚的灯光下 可你绝对想不到 他竟然是邪恶的化身 开膛手杰克 此刻他竟然要代表着人类与众神决一死战 眼见这一幕 所有的人都无比的错愕 而叫骂声顿时四起 但杰克似乎并不在意 他当着对手克勒斯的面 直接召唤出一把大剪刀 并且表明决心 今天我就要证明 你们口中的正义是有多么的虚伪 可谁能想到 就当克勒斯准备全力以赴的时候 杰克这货竟直接开溜 见到这一幕 所有的人都大脑当机 只有洛基非常的欣赏他 愤怒的克勒斯追了上去 可谁想下一秒直接中了杰克的陷阱 但人类的普通武器终究难以伤到神明 而这一点 杰克其实早就心知肚明 当克勒斯走到身边时 杰克突然掏出了一把枪 他打算再次的逃跑 可是他太天真了 只见克勒斯双脚发力 跳到了与杰克同样的高度 一记大闷棍 直接将杰克如同苍蝇一般拍了下来 没有了武器 难道人类又输了吗 就连女武神也表达了沉默 眼见再无希望 杰克做出了最后的抵抗 他从自己的包里 再次拿出了几把飞刀 向克勒斯飞去 可就是这一个举动 却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不错 克勒斯受伤了 原来杰克的女武神武器 根本就不是那把剪刀 而是他一直背着的那个小包 而这个包竟能制造出 各种不超过他体积的武器 而杰克一上来 便亮出的那一把大剪刀 只是为了欺骗克勒斯 这货实在太狡诈了 而此刻的洛基 已经深深的爱上了杰克 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实现杰克再次掏出了大量的飞刀 以不同的角度与轨迹 扔向克勒斯 不错 乘胜追击才是制胜的关键 克勒斯挥舞着武器 进行着防御 可面对如此之多的飞刀 他强横的身躯 竟被一点一点的刺破 众人为之惊讶 人类竟然占了上风 可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当克勒斯进行防御的时候 竟一点一点的向杰克靠近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 克勒斯的大棒 已经出现在了杰克的头顶 而杰克的生命 也就在这旦夕之间 你根本无法想象 开堂手杰克是有多么的可怕 他竟将正义之神克勒斯 如同猎物一样 玩弄于鼓掌之中 就在刚刚 面对杰克漫天的飞刀 克勒斯的大棒 直接回向了杰克的头顶 可任谁都想不到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杰克竟突然掏出了一把雨伞 凭借着伞的韧性 他竟然弹开了这致命的一击 而这一幕让众神对他产生了兴趣 就连克勒斯都开始正视起 眼前这个敌人 但对于杰克来说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而此时 克勒斯这个正义之神 只想要堂堂正正的击败杰克 只见他摆出特殊的战斗姿态 只在一瞬间 克勒斯战力暴涨 就连身上的刺青也变得扩大 而他手中的大棒直接爆发出雄狮的光芒 由于事发突然 杰克被吓得差点直接尿出来 而伴随着这吞食一切的力量 杰克被一击击飞 狠狠地撞在了墙上 见此一幕 神族的观众沸腾了起来 也只有少数人发现 克勒斯身上的刺青似乎大了许多 直到这一刻 我们才知道 原来克勒斯可以召唤出12种强大的力量 可代价却是没使用一次 身上的刺青便会放大一些 如果不满全身 他也会随之消亡 这种力量也被称为12业障 而就在这时 杰克突然站了起来 观众也是傻眼 这货怎么跟小强一样 谁想下一秒 他拿着蝴蝶刀 直接向克勒斯冲了过去 这对于狡诈的杰克来说 绝对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我们都知道 这一定又是一场阴谋 果不其然 刚交锋了两下 他直接漂浮在了半空之中 不知何时 他在半空中布满了钢丝 此刻 他如同猎手一般 俯视着克勒斯 而接下来的漫天刀鱼 更是将他的阴险可怕 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谁想克勒斯 再次释放业障的力量 召唤出强大的猎鹰 将所有的飞刀反弹了回去 由于躲闪不及 右眼的灰表都被直接击碎 可也就是这一下 他竟看到了自己 有生以来最不可思议的画面 让他这颗扭曲的心 彻底的兴奋了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apid亮丝 感谢观看